我们今天来打这个第三赛季的这个单打排位啊 从零开始的单打排位 使用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队伍 我觉得还算是一个 比较厉害的队伍吧 好你找到对人对手 九级 哇一部队一上来就整个一部队出来 一部队还行 我应该先接自己队伍 一部队是不是都是那种接力的呀 我感觉接力的好像 想想怎么打 呃他是他会首发什么东西呢 他接力的话是不是以那个太阳一部为终点 我想想我们能不能我们能不能飞冲起来 能不能飞冲起来能飞冲起来就好说 呃 前拍带个多龙吧 暴力龙的话问题就在于 哎打他这个冰一部费劲 他这个冰一部有个洞杆 有个洞杆 刺甲背的话又突破不了他水一部 怎么办呢 我怎么觉得一部队还挺强的呀 我突然发现我打不过一部队了 我感觉我们只能用咪咪Q来打 这样达摩沸沸 然后咪咪Q 最后带个这个 呃 最后一个位置想要带谁 就在刺甲背了 这样 这是海绵宝宝 乃爱尔的 8个辣条 对的这个是出篮GG的对改的 他首发了个仙子一步 首发仙子一步我们就直接冰柱坠机去磁牙就好了 哎 吃我冰柱坠机 鬼火达摩沸沸老师 原来你们都是出篮的观众 冰柱坠机看伤害怎么样 应该过半吧 虽然不是 OKOK 过半伤害可以可以 哎我也说了 nice 火拳能打死吗这个血量 我点冰柱的话怕miss 我想想 火拳能打死吗 冰柱的伤害是 85 乘1.5 是 127.5 这个是 火拳能打死 打火拳吧 火拳不会miss 哎他走了 换谁呢 呃换了这个月步 OK正合我意吧 剩饭的 剩饭月步 月步还是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 呃这边 呃继续点冰柱坠机 继续点冰柱坠机 他可能要祈愿 呃这里看能不能出个畏缩啥的 因为他可能要祈愿一下 啊祈愿没问题 他祈愿了以后我们再换人啊 祈愿以后我们再换人 然后我们换上那个 我想想 他最后一只会是谁呢 带了仙子一步和月步 最后一只会是谁呢 应该不是水一步吧 我觉得 如果水一步的话 他应该会换上来挡我 我猜最后一只应该是 太阳一步吧 我觉得是太阳一步 这里我们换mini Q 换mini Q 他可能要换那个仙子一步 上来吃那个吃这个祈愿吗 呃应该不太行 他换仙子一步的话就死了 他可能会守住一下 七炸呀被破皮了难受 呃这被破皮了难受 呃那是也没办法 我这边 沸沸跟他硬打是打不过我的 没别的办法 这边尝试剑舞一下 希望他不要继续点提炸呀 我这个剑舞他继续点提炸怎么办 点下吸闹吧 吸闹看一下 点个吸闹看个情况 商业很不错 提炸大家在提炸 OK 哇这么疼吗 这七炸也太疼了吧 这里再来一发 这里接着打吸闹吧 接着打吸闹 这里 不要让他祈愿出来 他换人就随他换好了 这个七炸真的好疼啊 还好没点剑舞 点剑舞的话 这一个七炸下去人都没了 伤害太高了 明日の扉 变得开 明日の扉 耳朵的扉 婚似人都争 季节的不正 明日的不伽 手住一下 ok 吧 手住一下 ok 蹭个剩饭 反正也是接不下洗脑的 反正肯定是接不下洗脑的 我们接着点就行了 他要换让他换好了 他要换就让他换了 这里我觉得他最后一只是太阳一步 我觉得是太阳一步 走了 好 套坏仙子一步上来卖 ok 他要炮灰这个仙子一步 好 仙子一步再见 我这边应该还能留下来点血 这个命运反伤不死的 我还能活 我还能再打一发 还能再打一发 他走一只是太阳一步吧 应该 看一下 果然是太阳一步 那我们 我这边如果点影子偷袭的话 他这边会不会换那个乐部来挡我们影子偷袭 我直接想 他这里如果换乐部来挡影子偷袭的话 好像没什么所谓 好像没什么所谓 点影子偷袭 他换乐部就换乐部没关系 好 换乐部没关系 没关系 这是无所谓的 虽然说我刚才很想点吸纳 但是还是选择稍微稳一点操作 他换就让他换好 问题不是太大 这里一发急剧寒冰这个血量应该是可以打死的 直接送他一发急剧寒冰 直接送他一发急剧寒冰 把他守住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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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吧 还行吧还行吧还行吧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这个伤害能打死吗 这个我对这个肺肺的力度有点不自信了 能打死吧这个血量 应该可以吧 这个乐部也太硬了吧 我刚才应该 我刚才还是应该点嬉闹的 还是应该点嬉闹的 点嬉闹就好了 没想到这乐部这么硬了 只剧寒冰能打死吧 能打死吧 OKOK打死了还行 还行啊 不过我们急剧化只剩一个回合 他剩最后一只太阳衣服 感觉打不过呀 打不过他太阳衣服了 蓝冰 他在这里会不会防避 防避一下 就他防避是给我们机会了 因为我们这是个达谋模式的 我其实希望他急剧防避 我希望他急剧防避一下 急剧防避是给我们机会 好急剧防避OK 急剧防避可以 这里 这里冰宝砸一砸的血 我后面刺甲背是必然接不下他一发攻击的 所以我这个肺肺必须得把它处理掉 冰住这一机 急剧超能 能打出我们70P带了 我会打出我们70P带 两发冰住能不能打死啊 打不死我就没了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伤害差不多伤害差不多 基本够了我觉得 只要冰住不miss啊 冰住不要miss啊 求求你 火焰拳够不够呀 我觉得火焰拳够了 我觉得火焰拳够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火焰拳够了 火拳 不过 冰猫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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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我赢了 冰猫砸死了 我赢了 冰猫砸死了 冰猫砸死了 那我不是输了吗 我输了呀 我输了呀 怎么冰猫砸死了 怎么火拳没打死了 我点冰重不好嘛 这我不是没了吗 哎呀 我怎么被 这怎么打不死啊 哎呀我点冰柱不好吗 哎呀我点冰柱不好吗 点冰柱不是赢了吗 我求什么吻啊 兵力怎么赢啊 超场怎么打兵力啊 超能场地不能先制技能 气死我了 完了又是太阳一步 我看到这东西我都PTSD了 我看到这太阳一步我都PTSD了 我点冰柱就赢了呀呀我想那么多干什么 他应该不会首发太阳一步吧我们首发这个颤弦荣原 他要首发太阳一步我就输了呀 颤弦荣原如果首发碰到太阳一步我就输了呀 首发多龙吧多龙然后颤弦荣原 然后带一个东西去打他这个 哎呀我还说刚才冰柱咋死他了结果冰柱不下了气死我了 这个冰柱不要停的这么及时啊 哎 手发这个东西啊 手发这个东西啊 把这个东西直接换毒垫 这不点UT哦 我怕他我怕他那个碉堡一下 碉堡一下我就报警了 碉堡果然碉堡 嘿嘿 猜到了 破音 啊他不走 你对我不走 HD坏坏吗这么猛啊 独灵 独灵 这是个HD坏坏吗 居然能应接破音的呀 好猛 完了我要中毒了呀 居然是个带毒钉的 这东西好小劲啊 暴音波 标宝 OK 暴音波 你听不到我说话 为什么 排碉堡 这是为什么呢 看他后面有什么东西吧 他这里上个那个 上个太阳衣布还挺烦的 这个就是出篮队改的 他带太阳衣布没有啊 他带没带太阳衣布啊 这好像不是太阳衣布 呃三头龙 三头龙 三头龙 三头龙先给他来个 想想 三头龙 三头龙 三头龙他这里会点什么呢 龙星吗 这里给他给他来发 应该会点恶波吧 他应该会点恶波 不点恶波的话 我们还是蹭蹭脸颊吧 还是蹭个脸吧 几句话了 OK 几句话就几句话 不是很介意啊 那我这边是不是吼一发 会好一点 不过无所谓 他是秒掉我 这个背心毒垫还不是那么容易被秒掉 他怎么没有快啊 这东西比 这三头龙好慢啊 这三头龙怎么这么慢 没有拉速度嘛 一点速度都没有呢 别逗我呀 哇这么猛 这么强 击中了要害 不击要害我觉得我死不了 那这里只能上迷你Q了 这东西怎么这么慢啊 早就要不凑脸了 早就要给的吼一发暴音波了 这东西比我毒电都慢的 一点速度都没有了 这边开个妖精场地吧 几句妖精打一把 几句妖精 没什么问题吧 几句妖精 拍个这个薄木场地之后 我们后排多龙上来至少不会中毒还不错 我不想破画皮啊 你见我画皮就没了呀 这里能留住画皮肯定优先留住画皮啊 没有见我的必要啊 这里杀了他不是就二打一优势很大吗 而且我这边画皮还在啊 他怎么都赢不了 冰契鹅 冰契鹅想想没有威胁这东西 这东西没有威胁 极巨幽魂 我们后排有多龙啊 这东西没有威胁的 他是不是要复古一下子 他不会有守兵吧 应该没有守兵吧 复古OK 复古之后应该是比我们要快了 因为他这个东西截动头打破之后 速度种族是到多少 130吧 不过只要他没有守兵就没有关系 这边先防闭一下 这边先防闭一下 希望他没有守兵这种东西先防闭 好没有守兵 兵锥无所谓 我说没有必要啊 我没有必要防闭啊 我画皮还在啊 我傻了我傻了 这里不该防闭的 不过问题不大吧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虽然不该防闭啊 我画皮还在 应该是不会被他打死的 这边影子偷袭 太稳了 我打太稳了 冰锥 不过防闭一下也没关系吧 万一被打死了 万一被打死了 这有道理 还是防闭一下 防闭一下稳一点 主要这东西他不是连 技能连锁的 他不一定能打几下 我还CT我 这个人一直CT我 他一开始三头龙CT我 这个也CT我 不过这围巾多龙 你无论如何赢不了 这东西没有先知技能吗 问一下大家 这东西没有先知技能吗 有先知技能我抱进来 我记得是没有的 我之前也用过这东西 有的话我肯定会带的 这东西没有兵力的 这东西有兵力就有点强了 复古兵力太强了 可能没这个东西吧 应该是不会兵力的 我记得 要有兵力的话 我那时候用的话 我不可能自己不带兵力 对不对 有兵力我肯定会带的 毕竟复古加这个先知技能 还是有点猛 他这个给技能的时候 还是会斟酌一下 不是不会乱给 慢慢打回来啊 九级 这个ID看着像中国人 这是个啥队啊 怎么 这风妖精是干什么的 这风妖精是干啥的 谁解释一下这风妖精是干啥的 看不懂这风妖精是干啥的 他有开空间 开空间的话 开空间的话拿谁来挡一下呢 棉花防守寄生种子替身那种 那种好恶心 那种怎么办 难打呀 还有开空间怎么办 开空间我肯定要带迷你Q对不对 我肯定要带迷你Q 迷你Q我肯定要带 思雅贝还挺厉害的 在思雅贝 大贝还挺厉害的我觉得 看他会怎么打吧 手法草钢OK 直接火拳护脸 敢对我手法草钢 你还不走 你还敢不走 怎么对着肺肺都不走的 这草钢 头铁啊 超假狂吸 这你就超假狂吸了 给他点个鬼火 我想一下点不点鬼火 点什么鬼火 发欠吧 发欠一下 他这里肯定几句话 肯定几句话吧 他走了 混妖精这是干什么 兄弟你在绣什么呢 精了吧 我是梦特费费啊 精了吧 太傻了吧 太傻了没有 他也不走 这个风妖精怎么这么骂 比我费费都骂 这是HB风妖精吗 能接这个打 睡眠了 想想这里就让他卡厂呗 来你换呀 你换人呀 换人就哈欠你 你换人呀 敢换人吗 不换人我一只点反 可以 哎 哈欠你 来呀 我怕你不成 冰柱 这不会是木子果的吧 是木子果报警吗 木子果抄家是有的 他还换 哎 无所谓 空间应该还只剩 只剩 只留给他两个回合空间 你这两个回合空间你拿头打我 看烟 两回合 OK 我画皮下你空间就没了 小伙子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吗 几句话OK 这你还教几句话 你也崩了一下我就死了吧 你还不如留着几句话 留得到空间外加强耐久跟我对攻啊 这里教几句都不明智 小兄弟 几句延时OK 然后我们用mini kill打出一套连招就可以了 好 剑舞防臂极具幽魂 送走这支抄家 哎呀mini kill真是太强了 不愧是单打最强宝可梦 做好 这只宝可梦怎么可以这么强 局大帝加特防没有意义 我后排都是武功的 今的地球 地球 但 先前進 那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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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未来 忘れない 忘れない 夢 几句防臂 几句防臂 这种空间队就是 被遇到这种拖空间的情况 就会非常难受 尤其是有哈欠这种干扰技能 可以让空间队非常非常难受 一句幽魂 能打死吧 打不死 没事 反正他也打不死我 补一下 他刚才交急势化就不明智 如果他能多一回合急势化 说不定还有点机会 这样他一点机会都没 直接炎崩砸死我心心就回事了 或者说可能他带的是炎石炮 只能急势化 这也有可能 所以这又告诉大家 带这个炎崩的重要性 炎石炮虽然说威力大 但是使用起来还是有局限性的 炎石炮虽然说ają 这个炎石炮虽然说 第三,炎石炮虽然说 就是四伏炮虽然说 炎石炮虽然说 我因为有人把炎石炮虽然说 我们遇到整个炎石炮虽然说 根本你始至不可以 像炎解或使用